欢迎来到猛宠动物园 这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只可爱的小鸭子正在家里吃饲料呢 突然天空中电闪雷鸣的还有这么大的风 看吧小鸭子吓坏了嘎嘎大叫的 小鸭子真是太可怜了龙卷风又把家给吹散架了 猴哥还在家里看直播呢发现小鸭子遇难了 猴哥急忙出门开上挖机过去救援小鸭子 问题不大幸亏小鸭子没有受伤 猴哥开着挖机先把小鸭子的房子扶起来 接着再把围栏全部拿过来 猴哥一边蛋活还一边吃着手指头真是太可爱了 不一会小鸭子的家就被猴哥整理得井井有条的 猴哥带上小鸭子了来到家里就开吃吧 干活累了一天了肚子也是饿得咕咕叫了 猴哥拿起奶瓶就大口大口的喝起来真是太美味了 马上�腿脱了一 dij dim요 гли食材 以后把砂填处理 Estados excited 也是来自动上炫厚的